針對這整體事件 衛生局還有檢調 動起來 從凌晨到現在 都還在持續針對像是保齡茶室的 上油果條的供應商 新北中和的食品廠展開機茶 另外在保齡食品的這些部分 同樣在店裡 包括了他們店員 還有主管也遭到約談 等待配送的板條米粉 印象相對的快要比人還高 保齡茶室食物中毒案 持續追查 目前確認兩名死者都吃過炒果條 而這果條原料就是來自 新北中和這間食品廠製造出貨 保齡茶室食品中毒案 越演越烈 已經累計兩人死亡 他們的共通點都是吃了炒板條 來到保齡茶室板條上油 供應商在新北中和 可以看到他們的車輛 上面還堆滿滿滿等待出貨的米類製品 他們可能就是有人在的時候過來 都是南部的 因為北部都他們自己送的 面對疑似有毒果條陸續吃出人命 新北市衛生局 火通食藥署保七總隊 二十七號下午一點多 直接來到食品廠進行稽查 足以採樣後 在粉壘裝袋 整個過程超過三個多小時 衛生局的車填在對面 填得很久 看到他們從車上拿不知道什麼儀器 然後就走進工廠裡面 工廠都在旁邊整理東西 拍拍拍 可能在這邊站三四個小時 預計七到十四天 檢驗結果就會出爐 在這之前 衛生局也要求 食品廠自主下架回收 暫停販售果條製品 而原先果條主要販售給三家中盤商 並販售到四家餐飲場所 那現在只有保齡一家出問題 中盤商那其實就是 原進原初的那種販賣業者 四家就是餐飲業者 那其實有兩家 它是屬於保齡的 以前看起來就是只有S3罐那邊 有民眾的不舒服的症狀 但是饒河這邊是沒有 饒河店沒有問題 但衛生環境卻令人堪憂 反而不破蓋下 隱約看到塑膠盒中 滿滿堆疊雞蛋 沒有冷藏 還有盒裝辣椒擺在櫥櫃 有些髒污的某布也擱置在旁 在勒利亭業後 沒有人員回到餐廳折擬善透 保齡食物中毒案持續擴大 從源頭到餐廳大規模徹查 畢竟食安問題不容信呼 記者周雲 盧苑 如蘭敬發 林氏黃 葉志雄 台北新北 三文報導